13点34分了朋友们 4月11号礼拜一2022年啊 这有一封粉丝来信啊 说是这个东航事故新闻发布会翻车了 东航称有关副驾驶的传言 细谣言并已报警 有关副驾驶的是谣言 有关正驾驶的是谣言吗 对吧 是不是就跟昨天上海说的似的 是吧 上海说了啊 这个有人造谣 说有一个孤寡老头啊 这个没儿没女饿死了啊 或者是病死了 上海造谣说那个说你们造谣 说他有儿子在另外一个区 在松江区 但是他确实死了 是吧 我还这个中国的这个 不管是各级政府部门 还是什么这些大的国企央企 普遍都是 是吧 你说我骂他们吧 就说他们不要脸 是吧 简单来说就叫不要脸 是吧 就不要废死 是吧 这个说这是谣言并且也报警了啊 网友却不太买账啊 说这个说侃爷 东航就事故的最新消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说是发布会 其实就是洗白会啊 把这事洗白啊 中国不都是这样吗 都是洗地啊 可以这个官方自己出来当事者或者是让那些水军五毛 对不对 在会上发言人叫吴世杰强调说此前有关副驾驶的事故传言 说说他自杀吗 人不是说正驾驶吗 对吧 说是谣言并已经报警 然而评论区的网友们并不买账 首先网友们吐槽这个叫吴世杰的发言人在发言时吐字口齿不清 哪怕是照稿念都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他就故意让你听不清 对吧 或者他是个酒囊饭袋 是个废物 是吧 就是个大舌头 就是个什么的 另外他有时候故意的 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猫腻 太多说不清的事 或者他不想让你知道的事 是吧 还有很多网友认为很多谣言一开始都是谣言 但其实都是真的 正所谓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对呀 那个令计划的儿子撞死了之后 在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保福寺 第二天北京人都传呀 不让说呀 不让说 后来令计划倒台了 我们知道他儿子令鼓出车祸死了 车上还两个藏族妞 对不对 很多网友催促东行赶快公布真相 侃爷要知道这可是国内的小粉红的老巢 百度上的评论呀 东行这次的公关真是不成功 他也不是不成功 是大家伙实在是愤慨 是吧 一百多人无辜丧命啊 为遇难者莫哀 是 你看 大家都说了 听不清楚连稿子都念不好 是吧 说有些谣言是无中生有 有些是真的 但开始都不承认 说照稿子读也读不清楚 就这个吴世杰啊 说到底怎么回事 找个口齿清晰的人来 可能他内心慌乱也有可能 内心慌乱 是吧 他知道自己说的都是谎言 所以他磕磕巴巴 结结巴巴 有可能 对吧 这两天民航不是召开全国什么安全工作会了吗 民航局局长姓范是姓什么 不是说了吗 要照顾好飞行员 注意他们的思想动态 对吧 抱歉 是吧 照顾好他们的思想动态 什么要观察他们 看他们有什么思想问题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 是吧 我生活我缺钱你管得了我吗 对吧 我买了房我有贷款 对吧 还有的人可能投资吧 不是说那个驾驶员 是正驾驶是副驾驶啊 是吧 说那个那个欠了一堆债 好像是投资恒大了吧 说恒大的那个债券 最后还不上了 不是爆雷了吗 说他弄得他血本无归啊 如果他有了一定的年纪 那可够呛了 是吧 估计这辈子就白干了 那他不甘心吧 是不是 前两天我做的节目 不是说是正驾驶还是副驾驶 我都忘了 不是说突然间在 是吧 就拉那个操纵杆是怎么回事 就不想活了吗 是吧 反正要不然就是质量问题 跟他那维修 他自己维修 本来应该是飞机飞到美国南加州 波音公司的那个那个维修厂 那等着得排队 飞机就搁在那 半年挣不着钱 是吧 那中国这很多官员 包括航空公司的高层都是拿的高薪啊 对吧 然后还养了一堆废物 养了一堆根本用不着的人 文工团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真正一线的维修的拿不到多少钱 我看到前两天有人说 一线维修的也就个六七千块钱 然后再有点攻击金什么的 然后攻击金那些头拿的也特别高 工资也特别高 都是这个一线员工的十倍八倍的拿 所以一线员工也有意见 维修的人员才六七千块钱 反正也少点是吧 也少点